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四集 张翠想借孙校长的关系 把夏小兰开除 但她没办法直接说呀 就像夏红霞去说夏小兰坏话 那个主任和门卫为啥比试她 夏红霞这丫头蠢 一家人不管怎样都该一致对外 人人都是这观念 夏红霞对别人说夏小兰坏话 人家就觉得她当堂妹的是极度 极度的嘴脸可憎 没人会喜欢夏红霞 张翠呢 反其道而行之 走了孙校长的门路 却不是求孙校长开除夏小兰 而是以一个忧心忡忡大伯娘的身份 让孙校长多照顾夏小兰 夏小兰为啥需要照顾呢 借着夏红霞的嘴说出口 那丫头从前劣迹斑斑 根本不是专心念书的脸 放在现役中 她只会带坏风气 张翠从前没有这么多弯弯绕绕 不过夏紫玉念书多了 会教她做事的方法 这种方法有没有用呢 有用极了 夏紫玉成了家里最受宠的 张继小吃店能顺理开张 靠的就是这样的办法呀 有时候不要急着得到 要先学会给予 给身边的人留一个好印象 不知道啥时候就能派上用场 姑娘 您咋不求吴阿姨 把那小破鞋直接开除啊 夏红霞不清楚张翠和校长夫人的 关系亲近程度 张翠需要她在旁协助 才告诉夏红霞 那是现役中孙校长的老婆 校长老婆都来吃东西 夏红霞激动得要命 她要是能讨好孙校长的老婆 岂不是能让对方帮忙 介绍个准大学生 张翠压下对夏红霞的不喜 我可没说要把小兰开除 小兰不听话 当长辈的还能和她计较 只能是盼着她好的 不过你说她考啥大学呀 都好几天没来学校了吧 就这样还想考上大学 张翠不是没见过夏紫霞被考 每天都是看书做题 除了替自己出主意 经营小吃摊 夏紫霞万事不管 就连放假在乡下 夏紫霞也一点活都没干过 张翠得知夏小兰平时没有在现衣中住校 就觉得她在作死 考大学 肯定是别有目的 反正夏小兰的计划 张翠都想破坏掉 夏小兰要往现衣中凑 张翠就让她待不下去 她准备把这件事办好了 再向女儿邀功 看着蠢笨的夏红霞 张翠勾了勾嘴角 你上次说看小兰过得不错 看来她舅舅对她是真好 你二叔也算是可以放心了 小兰在现衣中上学的事 先别往家里说 给了希望又叫你二叔失望 不如真等她考上大学了 再让你二叔高兴高兴 夏红霞不以为然 凭夏小兰也能考上大学 二叔注定是听不到 那个好消息咯 不过夏红霞也有自己的算盘 夏家人现在是很讨厌夏小兰的 要听说了 她在现衣中念书准备考大学 会不会转变对她的态度呢 想当初紫玉姐也是成绩好 奶奶就特别喜欢 家里人也都捧着 紫玉姐能享受的待遇 夏小兰才没有资格享受 张翠和夏红霞两人各怀心思 有一点是一样的 他们都不希望夏小兰能考上大学 张翠是做了亏心事 夏红霞则是厌恶极度 孙校长被老婆吹了枕头风 对夏小兰印象也不好 听说是夏紫玉堂妹 只以为是刚刚考进现衣中的 哪知道一打听夏小兰才发现 她居然是毕业班的插班生 插班考试就考了四百四十六分 那是我们模拟考的一套卷子 挺不容易的小姑娘 父母离婚了 跟着舅舅一起生活 要读书要养家 平时也不能每天来学校 孙校长 我建议学校可以给点补助 让夏小兰同学专心学习 明年考一个重本没问题 孙校长以为自己会听到 对坏学生的投诉 哪知高三族的老汪和齐老师 对夏小兰那是一片赞誉啊 苦恼 上学还能三天打鱼 两天善网 孙校长发火 是气夏小兰不知道 珍惜自己的学习天赋 不来学校上课 能考四百多分 专心上课的话 可以考多少分 孙校长都忘记 自己本来的目的了 他把夏小兰做的卷子 都翻了一遍 觉得老汪他们在瞎搞 居然答应夏小兰 平时不来学校 老汪很无奈啊 平时测试的卷子 他成绩挺稳定的 前几天模拟考 他分数还提高了三十分 要是不同意他的条件 人就能转学到二中去 夏小兰第二次去阳城前 来学校参加了统一的模拟考试 他做卷子还是那么快 不会的题就空着 会的题就拿分 七科的试卷几小时就做完了 成绩考出来 比第一次插班考试的成绩 多了三十分 夏小兰一共参加过两次插班考试 第一次四百四十六分 第二次四百五十七分 这次模拟考 他厉害了 考了四百七十八分 干掉了好多老复读生和应届生 成年纪前十名了 年纪前十算啥呀 老汪如此重视 是因为夏小兰进步的速度惊人 一次比一次考 等到高考的时候 夏小兰会考出多高的分呢 确定没有遭避 孙校长半信半疑 老汪呵呵笑道 插班时是小孙兼考的 小同志办事挺稳当 孙校长的疑虑一扫而空 现役中新来的年轻女老师小孙 是孙校长的亲侄女 这事知道的人不多 孙校长平时也没暴露过两人的关系 老汪算是一个知情者 小孙兼考的肯定不可能作弊 孙校长一拍桌子 咋也要把人留下 转学到二中 二中能交出个训求 孙校长一激动 连豫南省的方言都骂出来了 训求是笨蛋的意思 孙校长很瞧不上线二中 孙校长自诩是个文化人 情绪一上头也顾不上形象了 老汪祈祷 您咋想起来问夏小兰的事了 孙校长颇为尴尬 不好说自己是被夏家 富有乡土气息的礼物搞怕了 不过夏家送礼 又不是要让孙校长开除夏小兰 真的是想照顾夏小兰 孙校长又问了两句夏小兰在学校时和同学相处如何 齐老师抢着回答 他来学校就是考试和问题的 哪有空和同学相处啊 小兰同学家条件很苦 读书很不容易 孙校长觉得夏小兰好像作风有问题 齐老师很不满 夏小兰考试的时候才来 考完就走 班上男同学最熟的只有陈庆 要说两人处对象吧 陈庆成绩也没落后啊 英语还比从前进步了十几分 得 又是一个替夏小兰说好话的 校长夫人再去张继小吃店 就把夏小兰在学校的情况透露给张翠 你侄女啊 在学校成绩好 心思都放在学习上 老师们都喜欢 这下可以放心了 校长夫人还恭喜张翠 按夏小兰的成绩啊 明年夏家又要出一个大学生 张翠脸上的笑容快挂不住了 赶紧掩饰自己的惊愕 夏红霞却脱口而出 咋可能 她 校长夫人颇为冷淡的 看了夏红霞一眼 张翠还能说是关心 夏红霞就是想捣乱 咋不能了 我看夏家的女孩啊 念书都挺有天赋 前有夏紫玉 后有现在的夏小兰 就面前这个醉不成器 窝在小吃店打杂 还嫉妒着努力上进的堂姐 夏红霞惊慌失措 她想寻求大伯娘的支持 张翠却躲开了她的视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